大家好 这里是贬斗看电影 今天继续解说暗黑恐怖动漫 伊藤润二精选期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十字路口的美男子 小镇上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言 据说在浓雾密布的十字路口 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经常出目 他专门给人算姻缘 据说他说出口的话最终都能变成现实 为此很多女生都羞涩地找他占卜姻缘 希望能得到一个好的回复 八年前 男主在小镇上幼儿园 现在又转学回来读高中 开学第一天 他见到了儿时的玩伴小绿 放学时 小绿和闺蜜聊到了美男子算命的传说 男主听后忽然脸色大变 那种占卜绝对不能相信 第二天 学校里传来一个噩耗 找美男子占卜过的一个女生 竟然在十字路口割喉自杀了 男主得知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再次回忆起了八年前的那件事 八年前 男主还是个小孩 一次在街上玩耍 遇到了一个白衣女子 女子表示他爱上了一个男人 还怀了孩子 可对方已经有了家事 女子问男主 自己的恋爱会有结果吗 这可不就是当了人家的小三吗 男主没好气地回答 这种恋爱怎么可能有结果呢 说完 男主向远处跑去 留下女子一个人在原地怅然若失 夜里 女人失魂落魄的模样 让男主辗转反侧 第二天 他又去了那个十字路口 想看看女人还在不在那里 谁知看见的竟是一地鲜血 女人昨夜已经自残而死 之后 男主搬离了小镇 可是这个女人的死亡却像阴影一样 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八年后 自己又回到了这个小镇 而更令她毛骨悚然的是 八年前死在十字路口的那个女人 竟然是小绿的姑姑 读知这个消息 男主心中的愧疚被无限放大 从此之后 她刻意躲避小绿 再也不和她说话了 一直以来 小绿都对男主有好感 可男主的转变让小绿很疑惑 她是不是讨厌我呢 看见小绿如此烦恼 闺蜜找到男主 问她是不是讨厌小绿 男主不愿提起旧事 闺蜜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恰好此时看见窗外大雾茫茫 如果询问十字路口的美男子 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呢 闺蜜站在十字路口等待 不一会儿 美男子果然出现了 闺蜜鼓起勇气询问道 小绿和男主的恋情 会不会有结果呢 谁知美男子却对闺蜜说 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的心呢 听了美男子一句话 闺蜜这才反应过来 其实自己心中 也在偷偷喜欢着帅气的男主 于是闺蜜开始疯狂地追求男主 就像一个形影不离的幽魂 每天都躲在门口悄悄偷窥他 终于男主忍无可忍 你消停会儿吧 我喜欢的是小绿 不是你 被拒着的闺蜜一脸苦笑 我明明问过美男子 她让我问问自己的心意 可不就是暗示我和男主有戏吗 可为什么表白还会被拒呢 闺蜜背对男主 掏出锋利的刀子 一刀划破喉咙后 鲜血喷射 她死了 闺蜜找美男子占卜 结果陷入魔杖 看来美男子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男主决定跟美男子杠下去 她游走于十字路口 想要抓住美男子 然而越是在小镇上的十字路口游走 男主心理阴影就越重 小时候一句无心的话 害死了白衣女子 明明没有恶意 却也因为一句话 让闺蜜自杀了 真正的恶魔 到底是美男子还是自己呢 走着走着 心事重重的男主 眼前出现了幻觉 大悟迷茫中 那些曾经割喉自杀的女孩们 一个个满身鲜血的站在面前 就连闺蜜也在其中 她伸出双手 太疯狂了 男主下的转头就跑 这一跑 刚好来到了八年前的那个十字路口 当初的白衣女子 就是在这里自杀的 一转身 白衣女子的冤魂就站在自己身后 她仍然是当年惨死的样子 可是她对男主似乎并无恶意 反而伸出手指着其中一个方向 让男主往这里走 闺蜜之死让小绿耿耿于怀 小绿也想见见这个传说中的美男子 可一想到那些因为占卜而死的女孩们 小绿心中更多的还是恐惧 此时 浓雾中 一个身穿黑衣的人朝这边走来 正是美男子 所有跟美男子说过话的人 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死亡的诅咒 即将降临到小绿身上 小绿惊慌失措之际 背后有人拍了自己一下 转身一看 竟是男主 小绿会在十字路口出现 男主感到很惊讶 他想起 白衣女人是小绿的姑姑 他指着这条路 难道正是要让自己来救小绿吗 男主当年害死了白衣女人 夜夜怕她所命 可当她真的出现后 却并未要自己的命 反倒更像是宽恕了自己 男主的心结解开了 这阵子他在十字路口 专门鼓励女孩们 对爱情充满希望 或许正是自己的赎罪行为 得到了白衣女子冤魂的宽恕 此时 大雾散开 美男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故事到此结束 十字路口的占卜 改编自伊藤润二的作品 至死不渝待 占卜的黑衣少年 起源于一个民间传说 人们站在十字路口 等最早通过的那个人 极凶 同时还有一个说法 如果在十字路口 遇上一个身穿黑衣的人 那么他一定会说 一些令人绝望的话 这个故事里 黑衣美男子 就是这么一个 类似诅咒的存在 而男主则化身为 他的对立面 弘扬正能量 鼓励人追求爱情 男主曾害死过白衣女子 起初虽鼓励他人 可是自己内心却不坚定 觉得真正的恶魔 其实是自己 甚至还因此看到了 女孩们惨死的幻觉 直到最后 与白衣女子的冤魂 达成了和解 对方认同了男主的赎罪之举 心结才得以解开 美男子消失 可看成是男主完成了赎罪 占卜的美男子 还会出现吗 或许会 或许不会 动画由于时常限制 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局 然而 原作的结局却非常美好 得知八年前 杀死姑姑的人是男主后 小绿起初心怀怨恨 可看见了男主的赎罪后 小绿和姑姑一样 选择宽恕他 在那之后 镇上又多了一个传言 如果在十字路口占卜时 遇到一个白衣美少年 占卜的人就能够得到幸福 第二个故事 寒气 最近男主的邻居家里 总是传来吵闹的声音 邻居的女儿黎奈 似乎患有先天性疾病 经常闭门不出 没人知道她患的是什么病 每天都有一个奇怪的医生大叔 来给她看病 黎奈总是嚷嚷家里有虫子 男主很是不屑 不就是虫子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直到某一天 男主透过窗户看到了黎奈 她是一个神情音乐的短发女孩 黎奈也看到了男主 她笑着伸出手 指着草丛里 男主注意到 她的手臂上竟然长满了黑色的小洞 简直就是密恐患者的噩梦啊 看见黎奈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小洞 男主想起了自己的爷爷 爷爷过世时 也是全身长满了这样的小洞 当时在爷爷身旁的医生 和现在出入黎奈家的医生 也是同一人 究竟是什么病 会让人全身长满洞呢 下号男主朋友的母亲认识黎奈 听说黎奈出生时不会哭 也没有呼吸 正常来说 这样的孩子都活不了 可没多久 她的身上竟然长满了黑色的小洞 透过那些小洞 她才可以正常呼吸 男主翻出了爷爷的日记 想了解这些小洞究竟从何而来 通过日记 男主了解到 爷爷曾经无意中捡到一块翡翠 翡翠做工精致 令人着迷不已 爷爷对翡翠爱不释手 可没多久 身上渐渐长出了黑色的小洞 风透过小洞吹进身体 让他浑身发冷 过了一阵子 明明没有请医生 却有一个高大的医生登门拜访 医生给爷爷注射了一管不明液体 那之后 身上的洞越来越多 某一天 窗外飞进来很多虫子 虫子穿过小洞进入身体 尽情啃咬爷爷的肉 令人痛不欲生 爷爷明白了 肯定是这块翡翠的诅咒 他把翡翠扔到了窗外 可是全身开满洞的爷爷 越来越虚弱 没多久就去世了 和尚日记 男主猜测 肯定是翡翠的诅咒 转到了李奈的身上 来到窗边一看 李奈就像昨天一样 在窗户旁边发出阴冷的笑 伸手指着草丛里的某个地方 那里到底有什么 男主正在疑惑 只见李奈忽然露出了惊慌的神情 不远处 那个怪异的医生正向他走来 那个医生是什么人 这块翡翠现在在哪里呢 第二天 台风来袭 男主家里忽然停电 一片黑暗中 有人用力地敲打着玻璃窗 走近一看 竟然是朋友 朋友从脸到手 浑身上下长满了黑色的洞 原来 昨天夜里 朋友顺着李奈手指着的方向 在草丛里发现了那块翡翠 明明知道是不祥之物 可翡翠实在是太诱人了 朋友忍不住 把翡翠捡回了家 第二天 身上果然长满了小洞 强劲的大风 透过洞吹进身体 朋友冷得发抖 这时怪异的医生 出现在了朋友的身边 只要这块翡翠出现的地方 就会有这个医生的身影 朋友拔腿就逃 医生则跟在身后 就像一个不散的阴魂 第二天 有人在河边 发现了朋友的尸体 而院子中 男主又见到了李奈 他恢复了健康 全身的洞都消失了 翡翠 医生已经不知所踪 故事到此结束 电影带我们走进 生活无法到达的地方 恭喜你又看了两集 惊悚 却不是哲理的恐怖动画 虫子通过蚕食人的肉体而活 这块让人身上开动的翡翠 就是打开人肉通路的钥匙 高大邪恶的医生 正是养虫人 精致迷人的翡翠 让人爱不释手 人们为了欲望 争相抢夺 到手之后 又饱受身上开动的折磨 只能将其扔给下一个替死鬼 以保自己平安 结尾处 朋友的死换来了 罹奈的健康 诡异的翡翠 邪恶的医生 恶心的虫子 勾勒出的 却是复杂的人性 和潜藏的欲望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伊藤润耳精选集 关注贬斗看电影 微信公众号BTCmovie 关注贬斗解说的 各种美剧日剧韩剧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